沒有 因為我有點老了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 都是從喬喬手上接下來 對 接下來這個愛心棒 就特別喔 我覺得好像有點炫耀感 沒有啦沒有 因為我們關係很好嘛 然後我們都一直是屈城市的好友 然後前幾年都是 喬喬擔任這個愛心大使 那這一次很榮幸接他的棒 然後可以盡自己一點小小的心力 然後可以讓這個社會越來越好 讓更多弱勢的家庭或者是病友 得到幫助 其實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兄弟的長髮 你自己 喔 你說威廉喔 對啊 因為他年 因為威廉老了 哈哈哈哈 因為威廉他們年紀比較大 那今天其實蠻開心的 然後他生小朋友嘛 然後其他阿偉也是兩個 小玉也兩個 那其實我覺得 呃 我不會特別去說什麼要跟上他們的進度 我覺得就順其自然 對啊 也不會強求 也不會覺得一定要怎麼樣 因為韓國就可能女朋友之類的 你會督促她做的喔 呃 應該 我都會 因為我喜歡找大家一起 就是我希望那種團購的方式 什麼意思啊 一群朋友去做健康檢查 有一些是可以住宿的 感覺像是出去玩 就是住一晚 然後因為前一天要喝那個蟹藥嘛 就可以住在那邊 然後大家感覺就是也不孤單 就大家一起去 然後集體把我們感覺還有優惠 有有有 就一起的感覺 大家一起的感覺 所以現在的話題已經 就是升級到那種健康方面 對耶 因為以前小時候跟朋友聊的都是 欸 哪裡逛街啊 哪裡買好看的衣服啊 現在就是說 欸 我吃那個維他命不錯喔 然後 哪裡保健啊 然後哪裡去健身 運動 健康 就是真的是 每一個年紀 每一個階段 思考跟想的事情 確實都不一樣 清露姐 你到這個年紀 就是好像健康不能不過了 不能耶 很想要活久一點耶 好 好